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的落地生根在太极拳里面的练法是我们这个脚落下去以后不能轻易地把这个脚挪动 不能轻易挪动 不能轻易一落下去以后挪下 落下去以后挪下 要落地生根 我们落地以后 我们脚一落地 感觉不太 感觉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 脚不动 然后把腰 用身体的各个关节来调整自己的重心 使自己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不能用脚来调整 我们说的练 骑落地生根 我们练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外加拳的 外加拳的踩地 把脚的肌肉都奔得紧紧的 我们不是练了这个 我们说的练落地生根的练法 我们大家记着 我们 比如落地生根 我这一套拳是练的是落地生根 那么我打拳的时候 比如说我打拳的时候 我这个脚落地了 我感觉着落得不太好 需要调整 来 我动一点点 如果我现在练这套拳 练的是落地生根 我不动 我觉得落得不太好 那么我用身体 腰部 所有的脊椎 腰部 所有的肌肉 所有的骨骼 所有的身体的运动 通过腰 腹 胸 腿 背 所有的骨骼 来调肌肉 骨骼和肌肉 来调整我舒服的地方 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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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 哎,不动 哎,不好了 不好怎么办 那,身体调整 而身体调整 调整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调整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不要把脚去蹲起 脚不要去挪动 脚不要去挪动 那 这不是说我在打拳的时候 脚不能挪动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打拳的时候脚是可以移动 但是呢 我们说的是落地生根 我们要练的这个功夫 这个功夫的目的是什么呢 练落地生根的目的 一落地 这个腿一落地 一落地 感觉到身上的地方 不是恰当的位置 用腰来调整 用腰来调整 很好 然后再去动 这个就生根了 不是去蹬地 好,那么今天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个练法 主要就是练太极拳的五个内部的运动 就是内动 我们做的就是内动 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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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内动 它一个内部的动 通过身体 我夸张出来 大家能看到 通过身体的运动 使这个结构合理 结构合理以后 你脚就不需要动了 然后你再做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的话 我们如果感觉不得劲 感觉不得劲 我们调整一下 用身体来调整一下 内部 我是夸张的 夸张 用身体的内部调整 不能用脚去调整 我们讲落地生根练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打一趟拳 具体我们打一趟拳 比如说的话 落地了 调整好 稳稳当当 再起来 落地了 稳稳当当 诶 怎么不得劲 我把身体调一下 调到得劲的地方 调到最合适的位置 然后 不需要 不要这样 一落地 不得劲 不合适 用脚摸一下 那我现在变的就是落地生根 我就这趟拳就这样打 那么平时打拳 脚是可以动 不是可以动的 不是一点都不能动 这两个概念要分开 我们就是 我们打每一趟拳 我们要练什么 比如我们这一趟拳是练落地生根 这一趟拳我们是练的是汤泥 脚下汤泥的 我这一趟拳 练的是水中行走 我练的是水中行走的感觉 要知道 要这样的去练习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落地生根的练法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体会 有所收益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呢 请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 介绍 其他的练买 好 谢谢大家